昨晚,人和新元迪奥普的头球,对江苏苏宁威胁不小,可惜未能破门,本版图片视觉中国使用被红牌挂下后,人和变得更加被动。 经过了两个月的间歇期,中朝联赛终于重燃战火,昨晚,北京远合作个南京,在后聊矢量第71分钟被发下的情况下,0比0坚南比平江苏苏宁,用这样一个积分来开启我们下半段的联赛,我还是比较满意的,是人苦战带走一番,让主帅路易斯很是庆幸, 但人和在攻防两端暴露出的问题,需要西班牙人费一番脑筋了,防守二股缺陣后要无力在两个月间歇期,苏宁选择了以赛大连,在战效果也如实反映在了昨晚的比赛中。 比起人和,苏宁投入比赛的速度更快,前10分钟,他们连续向人和施压,苏宁前锋特谢拉的表现尤其活跃,他不断回撤拿球,冲击住人和防线,把新人最好的破门机会发生在上半场捕持阶段, 他从史亮脚下断球和突出进去,吴娜在起脚前被网后粮破坏,赛后,路易斯高度评价了特谢拉,他是能够改变比赛的队员,制造了非常大的威胁, 所以我们对他非常小心,特谢拉有多活跃,人和的后腰就有多狼狈,上半场还未结束,史亮和陈杰就双双领到黄牌, 史亮在第71分钟产倒特谢拉后,两黄变一红,仁和在少一人的情况下,打完了最后20分钟比赛,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,苏宁主帅奥拉罗尤和前锋博尔基耶不约而同的称赞了仁和的防守,的确,在联赛第一阶段,仁和只有11个失球, 仁多于积分榜前两位上涵和鲁能,堪称防守第三号的球队,不过,也必须承认,此一刻谢拉却让人和后腰吃进了骨头, 人和后腰位置的皮软与奥古斯托的缺阵有极大的关系,前11轮联赛,阿根廷人首发失场,打满900分钟,是人和对攻防转宽的枢纽, 然而,他因为在与恒大的比赛中,恶意侵犯于汉超,被足协处以无场停赛的重罚, 接下来的四轮比赛,奥古斯托仍将决阵,在转会期举引进了两名前锋的情况下, 主帅路易斯如何利用陷入人员,让球队重新停起摇杆呢? 进攻新元升色类型转车中超的强度非常大,这里的球员都很强壮,技术也都很好, 本场比赛是人和新元迪奥古的首秀,谈及自己的表现,他表示, 我也在逐渐适应比赛的节奏,争取跟队友的配合更加默契, 主帅路易斯对爱这样的表现比较满意,第一场比赛能踢成这样很不错, 而且让我们看到了他在进攻端的能力,作为阿越维的替代者,迪奥古被路易斯寄予厚望, 他昨晚很好的完成了桥头堡的任务,给同伴木砍桥的几次传球, 也创造了不错的机会,不过临门一脚还是欠了些火候, 第六十三分钟,表委会左路传中,皮球准确的找到迪奥古头顶, 然而抠着的,头球太正,被苏宁门讲顾超扑倒, 这是全场比赛迪奥普最好的破门机会,也几乎是唯一的机会, 这样的表现显然与他的绰号不符。 被与维希亚赛内加尔野兽的迪奥普, 曾在效力阿灵球迪哈夫拉队的四个赛季中出场137次, 打入惊人的101球, 究其原因,迪奥普的牙果源于任何中场的攻击不足, 一无出走和难后, 任何阵容几乎找不到一个能打前腰的球员, 目前的四个外园中, 有三人都是黑又硬的高中风, 类型过于相似, 很难在比赛中通过相互替换变换战术, 如何将三人进行最优组合, 路易斯恐怕要再一把脑筋了, 这已经是任何本赛季第四次赛客场牙火, 713上主场, 任何前12轮也只打进8球, 几乎是整个中超攻击力最差的球队, 接下来, 无论是变着还是换人, 路易斯需要找到一个能为前锋输送大药的人, 不然这种窘境还会继续, 才写心惊暴记者徐晓班,